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深坑酒店坐落在繁华大都市上海市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它的地基是在一座深达80米的废弃大坑里建造起来的 它位于舌山脚下 深坑原系彩石场经过几十年的彩石 形成一个周长千米深百米的深坑 酒店高度约70米共19层 分为坑外和坑内两部分 坑外为三层 坑内是六层 其中有两层在水下 包含酒店客房 会议以及餐饮层 深坑酒店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酒店 也是世界上首座建设于深坑内的五星级酒店 意料之中的 这个酒店的建设成了史上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 由于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地质结构都不太稳定 而长三角地区下更是渗水情况严重 导致了不少重大事故的发生 不过好在这些难关都被逐一克服 最终一个完美的酒店呈现在世人面前 外媒更是将其称之为奇迹 不过正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酒店 所以这个酒店一经建成后 就引发了人们的热切关注 而看过了深坑酒店的水下情景套房 还有那别具一格的空中花园 以及从悬崖上垂挂而下的 壮观瀑布的颇有亮点的建筑后 刚是发自内心的为我们中国的工程师 而感到自豪 小伙伴们看过这家特别的酒店之后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